各位仙妖们晚上好 今天晚上的随机开始 我想跟大家再讲一讲 怎么样才能不被烦恼欺负 不会经常被烦恼欺负 我们都希望快乐 过着快乐的日子 都不喜欢烦恼 不喜欢痛苦 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 是不圆满的 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 不能够尽入我们之意 更由于与生俱来的习惯 新的习惯和思维模式 所以我们会碰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 由于碰到不好的事情 我们容易起烦恼 但是由于新的习惯 碰到好的事情也要起烦恼 好的不好的也要起烦恼 如果一个喜欢烦恼的人 他每天他都有很多烦恼 好的也烦恼 不好的也烦恼 没有一天是可以真正过到快乐 让自己能够很自在 很轻松 很愉悦愉快地过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被烦恼控制了 他的心被烦恼牵住 牵制住被束缚了 所以不能够自在 就好像一个囚犯 一个犯人一样 他不管是外面是过节等等 他也没办法去享受好的 不管是平时的日子 他也没办法去享受好的日子 去过着自由的生活 我们现在大家已经选择了 要来学佛 信佛 修行 我们所要解决的就是烦恼 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快乐 所要达到的就是去断除 去解决这些烦恼 去获得寂静平静的快乐 但是在信佛 学佛 修行的生活 的过程中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 不如意的人事物 特别是我们的心 还是经常会在那边作怪 让心跟着烦恼走 受到烦恼的牵制 受到烦恼的欺负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么摆脱烦恼的控制呢 怎么才能够不会经常受到烦恼的欺负呢 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讲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避开会生起烦恼的目标 所缘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例如说特定的环境 特定的人 特定的事物 由于所处在这样的环境 或者说由于经常碰到这样的人 我们就会烦恼 就会自己感到很痛苦 很不自由 很不喜欢 那我们就可以尝试去摆脱 就好像说经常容易触紧生情 我们就可以换一个环境 有些人就可以采取去外地旅游去赚一千 或者说甚至有些人他在家里 刚跟自己的先生或跟自己的妻子吵一架 然后女的就去逛街 或者去看一场电影 然后难得可能就找朋友去酒吧 或者去聊天去吹一下牛 然后可能就没事了 要避开或者转换一下环境 这个是有利于让我们的心 去淡化刚刚碰到的一些烦恼 特别是我们要做到心主动不去思维它 不去想它 回避有一些会引起麻烦 引起烦恼的人事物 这种回避并不是逃避 而是让心减轻 被外境所伤害 我们在调伏心的过程中 我们就要把心当成是小孩 特别是还没有受到培育的心 它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 是很弱的 因为心很弱 所以经常会受到烦恼的欺负 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由于小孩子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 又长得可能又比人小个子一点 所以经常会受到其他小朋友的欺负 甚至会受到一些自己很讨厌的人的欺负 因为太矮小了 或者因为自己没有力量 心也是这么样 由于心经常很敏感 心经常都很磊弱 没有力量 所以会受到烦恼的欺负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小孩子经常要 会受到人的欺负 那么看到那个会欺负 人就走开了 是不是 明知他喜欢打你 喜欢欺负你 你还经常去跟他在一起 那你其实不是白受罪 我们的心也是怎么样来学习 要回避一些不喜欢的 会生起烦恼的目标对象 这样的话 它可以少引起 少惹一些无端端的烦恼 第二种方法是 我们可以把心导向于好的目标 就好像 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当中 我们很想去摆脱一些人 转换一些环境 但是没办法 那应该怎么办 那有时候我们就可以装置 不惜理睬 我们去投身 投心于自己的工作 去让心不会闲着 一直都有事做 大家不会经常去 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去想 去纠缠那些没必要的烦恼 引生一些没必要的烦恼 可以投身于工作 不要让自己闲着 同时呢 这一种工作呢 就是让心 它不会落于空虚 一旦空虚呢 心就容易回到 那种委屈啊 或者说 悔恨啊 懊恼啊 绝望啊 失望啊 等等这样的情景当中 如果我们的心经常有东西做 它就容易把这些东西淡化 有时候也可以去 找一些知心朋友 去倾诉啊 听他 听他开解啊 听他在讲一些怎么样去避免 怎么样去去除烦恼的方法 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 就是把心引开 除了避开 被动回避 就要能够主动的把心引到 一个好的地方去 让心不要闲着 让心不要落于空虚 同时我们也要学习 把心回到当下 因为 很多时候的烦恼是 由于心陷入了过去 就好像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了 要跳出过去 要回到现在 心不能够经常 回到过去 人不能够活在过去 人应该活在现在 活在当下 但很可惜 由于心的习惯 其实自己是不愿意跳出过去 明明现在已经是 新的一天了 新的一年了 新的一个人了 新的一个日子了 但是心还是可能是 回到过去那个 很灰色的日子里面 然后心就变得很灰色 所以很多时候的烦恼 其实并不是烦恼 而是心经常要去抓那个烦恼 经常要回到那个烦恼去 要像现在这样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现在你也好好的 我也好好的 大家都好好的 为什么你老是那么忧郁 那么心事重重呢 其实就是因为 你自己不愿意活在今天 不愿意回到当下 不愿意正视现在 不愿意正视现实 而老是要去勾过去的回忆 勾过去的记忆 我们要学习 过去的就过去了 要下定解心 不要再让心回到过去 要来到现在 回到当下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即使你想 你心很愿意回到过去 但是也是不可能的 即使你的心很喜欢逃离过去 那过去也已经过去的 是不是 不应该老是往回扯 就好像说 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去登山 你老是登登登 你就退几步 然后又退到过去 然后很想要登山 然后又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是很不应该的 人是要向前进 往前走 就由于时间 我们要跟上时间的步伐 不要老是现在过去的情绪 过去的情景 过去的经验 过去的追忆当中 因为这样我们才不会经常 受到烦恼的欺负 受到烦恼的控制 其实这个呢 还是自己在折磨自己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要让心有依靠 让心要变强 烦恼是负面的心理 是对身对心都有杀伤力的 一种心的作用 而且这种作用所产生的心生色法 也就是我们可以说 如果一个人经常处于忧郁 嗔恨 生气当中 它的内分泌会失调 它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能量 对我们的身体也没有用 对我们的心也没有用 甚至对他人都会受影响 对他人也没有作用 而这一种负面的心理 它跟正面的 跟积极的 跟好的 善的心 是不共存的 如果负面的心理强 那么好的心理 就是善心 它就变得很弱 如果善的心很强 那么不善的心就变得很弱 因为根据阿弥达摩 在一个心当中 它不可能同时有两种心 虽然心经常是错综复杂 交错之 善不善 善不善 交错之产生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 只要培养善的 就是用法去培养 那这样的话 它就越来越强 从心上来说 就是要生起善心 而心的所缘就是法 用佛头的教导 用我们所学来的法 要真正的去充实自己的心 心经常要取法为目标 为对象 为所缘 这样的话 就让这一种所缘成为我们心的习惯 我们心很习惯 就经常就思为法 去取法为所缘 然后那它就慢慢的就会淡化 使你生起烦恼的那些人 事 根据阿比达摩 或者根据佛头的教导 我们认识外界 是通过言耳鼻识身 还有义来认识的 所有的这一个被我们认知的世界 都离不开 色声相为处法 色就是各种的颜色 声就是声音 香就是气味 味就是味道 处于各种的感觉 日啊 冷啊 重啊 轻啊 等 法呢就是由 前面这五种因素 所加工的 还有自己所认知的 包括概念啊 还有形状啊 某某人啊 过去啊 现在未来这些 都是属于法所缘 佛教叫法所缘 我们所认知的都离不开这个 而认知的就是通过 言耳鼻舌身 还有心意来认知的 在这六种根门当中 前面的五种根门 是接受所缘的撞击 比较强的 但是真正加工呢 是信念比较强 怎么理解呢 我们看外面的对象 当我们看的时候 这个时候眼睛在起作用 那么外面的 我们所看到的颜色光 对我们眼睛的撞击 就占出道 耳朵也是这样 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 这种声音对我们耳朵的撞击 比我们心可能有时候还更强 因为身体碰触到一些事物的时候 碰触到一些硬 软 好像身体痛 或者很舒服 暖和 它可能会比我们心念 有时候更强 而在 我们没有遭到一些很强的 好像颜色 形状 声音等等撞击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心就在起作了 虽然说 心的运作的力量 是以义门为主 在造业 就是造作 意志等等 全部都是在信念当中造下的 但是在收集素材的时候 好像看到东西 听到声音等等 这个时候 外在的撞击 是比较强的 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 我们就来讲 怎么去 用在 改变我们的心 具体怎么用 具体怎么去 用这一种 阿弥陀摩里面 所教导的理论 用在生活当中 用在我们怎么样 让心变得更强大 更强化 由于 我们心陷入烦恼 往往是 在 独自一人的时候 或者说 在闭上眼睛 想睡觉的时候 或者说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 感到很孤独的时候 这个时候 意门 就是我们的心意 心念 它就 沾 它的作用 就起主导的作用 反而这个时候 眼睛看 耳朵听 就变得次要 或者说 有时候 眼睛看到一些东西 触紧生情 然后又 心里面又在想 其实烦恼 真正的烦恼 它不会产生在 眼耳鼻石身 它只会产生在 心念里面 因为根据阿伯达摩 善的塑形 不善的塑形 这些造业的 几乎它都是在 心念当中 而 作为眼耳鼻石身 它只是收集 素材而已 它不会进行 过多的加工 过多的加工是心 所以我们讲到的 痛苦也好 烦恼也好 忧愁也好 委屈也好 绝望也好 恐惧也好 所有这些 全部都是在心念 就是在一门心 一门心路里面发生的 如果心还是很弱 我们就要 让心变得有力量 要怎么变得有力量 我们就可以借注意 前面的几种所缘 颜色所缘 身所缘 这样来去加强心 前面讲这些是理论 我们现在讲一些 比较实用的方法 怎么样来加强眼门 眼门心路的力量 而让心变强 我们就可以用看 例如说 我们可以去佛殿里面去礼佛 望着佛像 佛像很自相 很自卑 或者我们去摆塔 去塔前面 望着佛塔 望着佛塔的塔顶 佛塔你是那么的纯洁 为什么我们的心身那么的污染 我愿我能够 也能够拥有一个纯洁的心 佛陀您那么宁静 我自己却那么烦躁 愿我也能够拥有这么平静 宁静 寂静的一颗心 你可以通过眼门去取一些强大的所缘 我们还可以去看书 例如说用眼睛去看书 如果是自己有兴趣 形象事物比较发达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些佛像 看一些佛陀的相片 例如你可以在口袋里面 或者在包包里面 你带一张你很喜欢的佛像 当你烦恼的时候 你拿出来看 这样的话就可以 你就想着 佛陀这么的慈爱 这么的慈祥 这么的平静 我既然我是要学佛 我就真的要学习佛陀 向佛陀学习 我是佛陀的弟子 我就要做个好的弟子 就要像老师一样 佛陀是那么的慈悲 那么的宁静 他肯定不会像我要那么多烦恼 为什么我要那么多烦恼 如果我自己那么多烦恼 我就不是佛陀的好学生 我就不是在向佛陀学习的 我是在向魔鬼学习的 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思维 然后取佛像为目标 或者说直接去思维佛陀的功德 就看着佛像 让眼取佛陀为目标 或者说 我们可以看一些相片 看一些照片 例如说 如果你以前在共生 或者说去离敬佛塔 去拜塔 去离敬佛陀 这相片你看 你会想起当时是多么的快乐 当时草生之里是多么的愉悦 让你的心就跳出这种忧郁的状态 或者说有些视频 你也是可以去看看 让心就回到当时那种快乐的情境当中 而去消除心里的负面情绪 这个是用眼门所看所取的所缘来去简化烦恼 让心增强 而且我们现在都看到这些基本上都是以佛法生为所缘的 佛像啊 佛塔这些是佛陀为所缘 我们去看书 看佛陀讲的一些经典呢 看一些佛法的书籍就是以取法 共生或者看当时解共生的那种喜业的呢 这些是以身为所缘 这些都是用佛法生为我们眼门的所缘 去强化自己的心 如果我们经常不断地去熏悉 不断地看我们心就会有这种习惯 它就很容易转向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主动地让这些去刺激 去强化我们的心 我们心就会经常都回到不好的过去 而且呢 很多的烦恼呢 它并不是说一次两次就能够在那边装压我抓的 它倒是我们的心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重复 就越磨越黑 越磨越黑 就变成心就不断地陷入烦恼当中 然后另外呢 是我们可以用耳门的方式来加强自己的心的力量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条件 就是我们可以经常地听闻佛法 我们可以也鼓励大家在一些独处的时间 非常修的时间 我们可以多点听开示 很多的开示都是在疏导 引导 教导我们的心 引导我们的心向上 向善的 向上的 向好的 向快乐的 向平静的 向有智慧的 这些开始我们经常听 而且听一遍 还要听第二遍 听第三遍 有时候我们不用 我们甚至不用刻意去想要听哪一个 我们就随意听 有时候都很有效用 或者我们也可以听一些诵经的念诵 佛经的念诵 听那种韵律很悠扬的八律语的念诵 我们就会忘了很多的那些烦恼 我们想 这个是佛陀的语言 就犹如说的在讲法一样 这些八律是多么的优美的一种语言 虽然我不一定能够明白它的意思 但是就以这种法音的力量 让我们的心增强 从音上 从语上 我们可以通过念诵经典等等 来加强心的力量 如果是从意理上 从理解上 我们可以通过听开示 加强我们心的力量 我们的心就不会经常现以空隙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来去充实自己的心 同时 我们听开示之后 很多的问题 在开示当中已经有了答案 我们就可以透过用所听闻到的佛法 真正的用到生活当中 用到修行当中去 这是一个很好用 而且很实用的方法 还有另外 我们就可以去用身体来去做 如果一个人的心是比较空虚的话 那他就不会让身子闲着 例如他可以做一些出力的活 搬台一些东西 或者去帮忙去扫地 去擦桌子 搞卫生 甚至说就去教堂 去教堂 或者说去礼佛 去顶礼佛陀 这些让身体通过动作等等 来去减轻 减弱心在那边作怪 心在那边老是回到一些不好的回忆当中 不要让心经常又受到烦恼的欺负 有了这些善所言 好所言 我们就以这些所言为依靠来强化自己的心 而这些基本上都是以佛陀为所言 以法为所言 以僧为所言 或者说以服务大众奉献自己 服务大众为所言 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就也获得提升 我们的心就不会把很多的时间 把很多的能量耗在追忆 耗在痛苦 耗在烦恼当中 而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也透过眼门的刺激 对眼门的刺激 对耳门的刺激 不断地去听法 不断地去听法 听开示 听交界 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强 让我们的心能够越来越成长 让法在我们的心中越成长 因为我们的心如果稍微不去控制它 它就又回到了烦恼当中 又回到了过去的罪意当中 于是我们就不断地用法去强化它 甚至说我们要用一种强化式的方式 让心它没有空去胡思乱想 你就不断地听 不断听 特别是当你有兴趣听的时候 你在听闻佛话的时候 你就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去胡思乱想 要让心形成一种习惯 往好方面去思维 去作意的习惯 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心很没办法离开外界的一些对象 离开声音 那我们就可先借助这些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他没办法一下子就离开自己的父母 离开家庭独立的生活 他还需要父母的关爱 需要父母的栽培 这个时候 他就要在父母的呵护之下慢慢地成长 到了有一天他自己能够独立了 他就可以离开父母到外面的社会去创大 我们的心也是 这现在还很弱 他就需要有依靠 以什么为依靠呢 以佛头为依靠 以法为依靠 以僧团为依靠 这样心在佛法声当中慢慢成长 慢慢成长 到了有一天 心不用再去经常用一种 好像被动式的去听等等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所学来的法 你所修到的法 运用起来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听了 你自己都能够做得很好了 你不用透过去看佛像 你的心自然能够有佛陀 你能够取佛陀的功德了 你不用经常听开始你本身你所做的 你的言行 你的威仪 你的极致已经体验的法了 那你的心就强大了 你就可以变得独立了 你就不用再借助这些外在的 为什么 因为你强大了 但是在很弱小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需要依靠 这种依靠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在父母的保护之下 他就不怕被那些坏人 被那些大的朋友欺负 我们的心也是 如果是有了佛法生物三宝的保护的话 我们就不怕经常被烦恼欺负 如果我们的心脱离了三宝 彻落落的显示在烦恼当中 烦恼就是你一拳我一脚 把自己打到遍地临仓 我们就让心有了依靠 他就不会不容易受到烦恼的欺负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种 用加强心的方法 去让心脱离烦恼的控制 不受烦恼的欺负 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 听了就应该去做 很多的法的力量 都不仅仅就是透过听 他要透过做 要透过熏悉 在改变自己的心过程中 我们要给心时间 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但是绝不放纵自己 不要要求太高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顺着心的发展的法则 它的规律去引导心 就好像我们去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 我们没必要对孩子你去吃极树 你去吃好饿蒙 让自己变得大大的 或者是把他们做长 这个根本没必要 孩子成长有他自己的规律 我们的心在法中成长也有它的规律 慢慢的要靠积累 要需要时间 更需要耐心 不要用催生的方法 但是绝不放纵 孩子不听话了 该打就打 该骂就骂 该管教就管教 不要让孩子傻野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如果心经常的陷入烦恼的 经常不听控制的 我们该管就管 该引导就引导 该呵折就呵折 不要这么一样 心才能够行在震荡的轨道上 就好像一个孩子 他才能够健康的成长 有了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的让心一天一天在法中成长 不要让他时不时就回到过去的情境当中 不要时不时就来一下 心就闹一下别扭 然后心要取从于烦恼了 然后放纵一下吧 这个不行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明明他自己很淘气 你就说他已经管了那么久 你让他去砸吧 你让他去倒下 不行 不能这么久 还是要管教 心就还需要引导 这种引导的要让他正确 要让他不要走偏 让他不要走错 不要误入歧途 一直要引导他向前进 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 我们不是用逼 不是用压迫的方法 而是用该推进的时候推进 该鼓励的时候鼓励 该策励的时候策励 该筋进的时候筋进 但是他的目标我们是有的 我们目标是清晰的 道路也是清晰的 这样的话 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积累 心就能够慢慢的转变 我们说 心经常会陷入烦恼 这是一种习惯 心经常能够思维法 这也是习惯 好的习惯跟不好的习惯的转化 从不好的习惯转化 到好的习惯 它需要过程 习惯是用时间去养成的 它不是一下子就是变成习惯的 它是需要时间 这种时间也许是几个月 是一年两年三年 甚至很多年 几十年 它才能够形成习惯 我们这几十年 也一直都是在烦恼当中打滚 所以我们新习惯去回到烦恼 自然而然都回到烦恼 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们就要让心培养思维法的习惯 往好的往善的方面去想的习惯 要养成这种习惯 它其实就是不断的去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心念 其实如果说的更具体 第一点就是改变心思维的方向的 这种不断的改变心的思维方向 心往不好的我们去改变它 往好的 不好的要往好的 通过十次 一百次 几千次 慢慢的让它改正 改正过来了 如果心经常的被我们 这么纠正 被我们的纠正 它就能够养成习惯 往好的方面的习惯 这其实就是说不断的改 就是一旦心不如理作意的 让它往好的方面想 就是如理作意 经常培养如理作意 心就不会习惯性的不如理作意 一旦不如理作意 心就产生伤心 就陷入了烦恼 如果我们经常用如理作意 往好的方面想 往善的方面想 去往法的方面想 那这个就是如理作意 通过不断的如理作意 一次两次 几百次 几千次 几万次 心就能够养成习惯 如果你通过这几十次 几百次 几千次的努力 心不能养成习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甚至怎么造就的 就是这么造就的 透过习惯不断的去改变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心 改变自己的习惯 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改变自己的性格 最后 这种改变成有反复 改变成为圣子 就是这么样 如果我们想要 走出烦恼 走出黑暗 走出痛苦 走出阴暗面 我们就应该 要向着这方面发展 不要弃累 要有耐心 一次两次 不要怕失败 不要怕烦恼 最怕的就是没有耐心 所以要有耐心不断的去改变自己 扭转当下 扭转当下 不断的去改 不断的改 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 现在我的心自然而然的 往好的方面想 往法的方面想 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就变成有力量了 我们就能够引导自己的心 就能够做心的主人了 那个时候心就强大了 他就不是被烦恼欺负的 可以去欺负烦恼的 心有的力量 就是定力培养起来 就可以用智慧去把烦恼 以前你经常欺负我 现在我打回你 要透过这种慢慢的转变 转变的过程中 而且这种改变过程 它不需要痛苦的 它不像在战场里拼着你死我活 它只是养成那种好的习惯 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一样 就让心在法当中慢慢的成长 心强大了就不会遭到烦恼的欺负 心强大了 它就不会受到烦恼的控制 甚至它可以慢慢的减净烦恼 最终透过智慧去断除一切烦恼 然后我们今天就讲 怎么不受烦恼欺负 怎么让心变得强大 变得有力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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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 请不吝点 李宗迟